好人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今天同樣來到了民眾黨團 來跟幹部們討論事情 那會後他也接受媒體的提問 媒體就問到呢 因為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涉嫌向這個台志光 收到台志光的賄賂 那在昨天台北地院已經裁地 驚訝禁見 那其實這個民進黨的立委王世堅就說了 柯文哲在市場任內的時候 其實就察覺事態嚴重 不過還是照樣編列了預算 那麼聽一下柯文哲怎麼說 這個預約跟台志光的這個網路的傳說的 那個法律那個契約 是在郝龍斌時代就有簽了 而且一簽就有二十五名 所以雖然在我任內 我一直在想跟他解約 但是我們從法務局 資訊局去翻所有的旅遊 那個看條文你知道 在法律上我們也沒有辦法跟他解約 所以當時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盡我最大的力量去監督他 那可以聽到柯文哲解釋說 他當時雖然知道這個怪怪的察覺有問題 但是因為這個合約是簽了二十五年 他們也查了法條是沒辦法變動的 他能做的只有監督 甚至把炮口對準了蔣萬安 那另外柯文哲也被問到 說因為在昨天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 來公布了各黨立委的滿意度 民進黨的滿意度是百分之四十點七 國民黨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民眾黨只有百分之三十四點二 不過民眾黨就引用這個數據 在自己的臉書上來換算下來 PO出說因為他們的立委只有八席 那相較藍綠非常多席 所以他們的立委八席的CP值相當的高 不過也被這個媒體人很酸 說這個數學到底是怎麼算的 我們聽一下他們怎麼解釋 對外界任何的批評指教 我們就是謙卑的反攻自行 要求自己更認真的工作 那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從1月13號選舉結束 1月14號開會 1月15號開記者會 拋出國會改革的訴求 台灣民眾黨八名立委 每天靜靜夜夜的在工作 那對於外界所有的指教 我們虛心接受 我們只會更努力 也希望大家繼續不令給我們知道 那可以聽到呢 黃國昌跟柯文哲被問到 到底CP值高不高 他們沒有正面回應 只說他們兢兢夜夜 那也會反思跟繼續力爭上游